劳动节即将到来 高雄市长陈菊22号出席高雄市106年 模范劳工及优良工会表扬活动 并且亲自颁奖表扬76位模范劳工及39家的优良工会 陈菊自辞时表示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全世界劳动者的日子 感谢劳工朋友同心协力 共同打拼 创造大高雄的进步与繁荣 在表扬大会上高雄市长陈菊指出 劳工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往往成为牺牲者 因此市府特别重视劳动检查 让劳工很有维持适当舒适及安全的劳动环境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表扬的活动 来提升我们很多外企的劳工朋友 他有荣誉感 认同感 也希望我们台湾高雄所有的雇主 我们重视我们这些外籍劳工的贡献 我们希望所有这些外籍的劳工 朋友在台湾都能够感受到 他得到平等友善的对待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来自其他国家 外籍的劳工我们特别感谢他们 真的谢谢你们离乡辈起 对台湾经济的付出我们很感谢 陈菊表示高雄自县市合并以来 高雄转型的脚步持续努力中 市府翻转高雄市过去的重工业城市 期盼高雄成为宜居城市 努力推动城乡建设 公共运输 增聘公园绿地 推广文化观光 并且扩大所有需要照顾的人 如身心障碍者和长辈等弱势族群 所以我们推动城乡建设 我们推展公共运输 我们扩大我们所有对于需要照顾的人 不管身心障碍者 不管是我们的长辈资深的市民 我们的照顾 我们也要征辟很多的公园立地 我们要推广高雄文化的观光 所以我们也不断地提高 污染管制的标准 那我们要大量减少工厂的排放量 高雄市已经争取前瞻基础建设 计划经费 包括捷运黄线 捷运红线 钢山路竹延伸线 高雄海洋科技产业园区 和体感科技园区 总经费大约1823亿元 获得中央权力支持 对高雄来说是重要转型的基础 陈局市长期盼 是否能和高雄所有劳工团体 工会合作 共同翻转高雄 改变高雄 港都新闻林田阳泪昌邦 采访报道 但是没有共同 什么优秀 不是很优秀 是怎么这么优秀 你的穿秀 不是这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